我是把上次做的这个叫My Map 把它复制一个 因为My Map里面包含就是已经有定位到了 就是那个抓location 然后抓到之后有个let run的一个point 然后把它存起来 存起来之后的话呢 等一下要做打mark用的 你要第一步要先确定你在地图里面 能不能真的确定有看到 那我就用时机来run 因为时机的话真的速度快很多 而且比较不会一些问题发生 然后也比较单纯一些些 那这个程式的话就是我们上次做的 所以我run完之后的话 确定一下 现在我是另外在复制一个版本 所以你可以把它复制在后面底线加一个marker 然后run出来的话 这个地方目前看到的 应该是没问题 是可以run 而且只是说我现在在上面这个点 它不是一个marker 而且你现在点它应该没作用 它点它也没作用 为什么 因为它上面没写事件 所以现在的话呢 还没做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marker 你上面要打一个地标 地标的话 如果你的位置刚好是在你现在的位置 对不对 你就点上去 那再来的话就点下去 点一个到时候点击之后的话 可以跳出一个互动 这个等一下我们来看 那你们要先第一个先确定一下 你这个程式能不能run 那我是 第一个我刚刚是把它改一下 改一下就是 云端上面的key 你会发现 因为有时候你换一个地方 你要再再改 有时候 这很麻烦 就当然是 可能 家里一个key 然后呢 这边有个key 换一个位置 可能你要再把它看 确定一下 有时候地图还是秀不出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 改完之后 再把这里面的 其他我想都不用改 那后来我是把它 这个地方 有upgrade 那个 只有针对google play上面去做更新 其他不要做更新 这样子的话 我们之前那个问题 就没有再发生了 就是这个 我更新的时候 特别是要 不要 随便更新 我刚刚更新 只有更新一个地方 就是只有这个针对 google place 它的版本做更新 google place 这个service 我只是把旧的 更新成新的 只有做这个动作 其他都不用做 所以你要确认一下 不然它会自动 帮你做很多事情 你就不要去做 不然做了之后 你可能之后 要跑 就会出问题了 第二个的话 我这个地方的 manifest 就可以把它改回 不是数字了 之前是给一个40 30 530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话 可以把它改成 这个 它的版本就认得了 所以 应该是upgrade 之后的话 它也会把 那个 我讲过那个 一个list 一个清单 就是常数的清单 帮你 本来是一个常数 变成一个 一个数字 一个整数 它对应表 已经又加进来 就不会有错误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前置作业 那程式部分 那也没动了 基本上就原来的 我只有做一件事情 第一步就是说 我们原来的 unlocation change 那原来是怎么样 原来是 去取的location 里面的latitude 跟lonitude 对 但是我要把它变成 一个point 变成一个点 所以呢 我就宣告了一个 宣告在这里 那我宣告一个latitude 我上面宣告一个叫 latlone 这个latlone 它是一个point 在这里 那在 宣告就痊愈了 因为你等一下 其他方法也用不到 然后呢 我在这边去取的 哪边取的呢 在 if location 不等于我的时候 表示已经抓到location了 那这个地方 我就把它 new一个latlone 去把 location的 这个什么呢 它的那个 latitude 把它get过来 存在这里 把lonitude get过来 存在这里 所以这个点的话 里面就存 我现在的位置了 ok 所以这个point 等一下我们就是 我们要指向 因为marker 也会问你说 你要marker的 你的点在哪里 你给他一个点 他就帮你打一个marker 上去了 ok 所以第一个 这地方做修改 其他地方都没做修改 这里的话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先确定一下 反正 先确定你的地图 第一关是可以run的 可以看得到的 第二个 可以取得你现在location 并且把它存墙 可以取得你现在location